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殿持于你 共同救护生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眼根对色尘 耳根对生尘 鼻根对相尘 乃至身根对处尘 义根对法尘 凡是有所对的这个沉浸通通不是 乃至没有办法用你的心去分别 分别都无啊 不是都无分别 有人把它解成说 前面说是有分别 这里说的是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的也不是 不过这个文字不是这样讲 乃至是超略 略掉所有有分别的情况 就是说到最后没有办法用分别去分别了 都无 没有办法用分别去分别了 没有办法用分别去分别 那是什么东西呀 它不是色 灰色 它也不是空 灰空 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 巨色梨的魅为明帝 外道所说的明帝的说法 这个巨色梨啊 就是前面第三番 对这个 波斯尼王所说的 巨色梨的魅为门帝 就是前面说的 而有阴笔墨切梨等 第三番最后那个墨切梨 这个巨色梨就是前面印的墨切梨 巨色梨墨切梨 本来它应当叫做墨切梨巨车梨 巨车梨是他的母亲的名字 巨色梨或者翻作巨车梨 这里的巨色梨 是这个外道的母亲的名字 他的母亲叫做巨色梨 而他自己的名字叫做墨切梨 所以前面第三番 对波斯尼王说的 你在又引用这个墨切梨等 那个墨切梨 就是巨色梨的这个外道本身的名字 墨切梨翻成中国话叫做不见道 不见道他虽然修道定功很盛 能见到八万大街前的事情 可是他在八万大街前的情况 他没有办法明白 浮浮屠屠的叫做明帝 明然现前八万大街 意思是说这个外道的定径功夫很好 从往前推过去 往前推 推到八万大街 八万大街的事情他都能够知道 他都能够分别 都能够了了明白 也就是说他能够把八万大街前 一直到现在所有经过的事情 他都能够像电影一样翻出来 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到了八万大街前 他不懂了 八万大街前他看不到 他分不出来 那种境界是什么呢 他看到的境界又不是深发 也不是空 明明然 明啊 暗卖 暗卖 明明然 明明然他认为 到了这个地方 他什么都见不到 或是以后有重生 八万大街以后 那么从此以后有重生 他就认为 这里 明明然的这个情况 就是一个真理 地 就是真理 他认为这个就是真理 因此 他建立一个 二十五明地的这个 这个理论 这里 先把经文的意思 先搞清楚 这里所说的 分别都五 注意 那个分别都五 就是指的这个明地 指这个明地 这个明地的境界 因为他也不是深发 也不是空 也没有办法分别 就是分别到 没有办法分别的时候 然后那个明然之境 明然之境 他认为是真理 因此外道叫做明地 外道叫做明地 就是居舍离 是发明这个明地的人 那么这个外道 发明这个明地 为什么说 他这个明地 也不是真心 因为他离开 这些法的圆境 他也找不到 这个没有分别的当体 没有分别的当体的体性 他体会 体会不到的 所以经文说 立足法院 无分别性 离这些种种法院之外 他要另外找一个 能分别的这个体性 也找不到 只看到明明 暗脉的那种情况 所以他建立一个 叫做明地 外道这个明地 他建立一个理论 叫做二十五明地 二十五明地 就是他这个二十五明地 外道认为 有一个神我存在 自为神奇的那个神 神明的神 他这个神我 跟我的自信 神我跟我的人的自信 把它混合起来 他就会生出一个绝 绝物的绝 也叫做大 而这个绝或者叫做大呀 他会生起这个我慢 我的 这个 自我的我 慢是傲慢的慢 由神我自信和 然后生起绝 叫做或者叫做大 而这个绝或者大呀 他又生起这个我慢 那么由这个我慢 生一切色发心发 所以他说这个我慢 生起五支根 五支根 人生五种能知的根 是什么呢 眼 耳 鼻 舌头 生的皮肤 他这个五支根 有感觉 能够知道的根 就是眼根 耳根 鼻根 舌头的舌根 跟身体的皮 他说身体的皮才能感触 皮才有感触 所以肢根是在皮 因此他的五支根 叫做眼耳鼻舌皮 不是生 他叫做皮 这是五支根 外道的这个 二十五名地的五支根 然后又从这个我慢 生起这个五支根 做 做用的做 能生起这个 做用的五支根 是什么呢 手 足 两个呢 舌头 舌头 他会说话 他会吃东西 舌 还有人的生殖器 还有这个排泄器 就是大小便 他这个人生有这五种会作用的 这个根 叫做五支根 手 足 舌头 生殖器 排泄器 这个叫做五支根 那么就十种了 有一个心理作用的同龄者 叫做心根 心根 那么这十一种啊 通通属于心理作用 那么这个生化方面呢 他又说从这个我慢生成五为 五为 为是口字旁一个夹子的为 为是在为了 那五为就是色 生 虾 味 臭 他不叫做五成 叫做五为 那么由这个五为又会生五大 五大 就是地 水 火 风 空 五大 五为五大就是 生发 有这十种 那么五支根 五作根 心根 十一种 五为五大 就是二十一种 叫我们 二十二 绝 或者叫做大 二十三 自信 二十四 神我 二十五 因此 叫做二十五明地 这个叫做二十五明地 呃 这是居舍离 也就是木切离 这个外道 他修禅丁啊 功夫 能够望回看 知道八万四千大街的事情 关于这个八万四千大街的事情 他能知道 哦 他看到这个八万四千大街 这个开头 以后 世间就有众生 有好多人 哦 又有好多 这个宇宙万流 一千万发 嗯 这从哪里来呀 因为前面已经推不出来了 所以推到八万四千大街 哦 那个地方明明然 没有办法分别 明明然 没有明暗 没有分别 这个地方 他就认为 那个明明然的东西就是一个真理 就是个真理 他说这就是神我 那么由此升起这个自信等 升起这个二十五种的这个名相 所以叫做二十五名地 这是印度六大派外道之一的最强的一派外道 佛在世的时候很普遍 佛法呀 有些名相 是从外道已经建立的名相 加以修正 加以修正 他那个错误的地方把它改正过来 就是佛法 所以外道 学法跟佛的正法 相差很微 一条线而已 一不小心就踩到外道那边去 很认真 才能体会到佛法 所以佛法 他也先要了解这个 这些外道的这个东西 你们有许多啊 都是经过佛的修改 重新把它整理之后 成为现在的佛法 如果你看过这个奥义书 印度的古代哲学 奥义书 或者是他的四费头 这些书 如果你先看到的话 就可以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名相啊 跟佛法的名相很相同 相似的地方很多 只是经过佛的这个 波罗智慧去 融化 修正 成为现在正确的佛法 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知道佛法里面 有很多从外道法把它修正过来的 那么这是二十五明地 接下去的文字啊 就是正要说明这个无凡的 凡义无凡的道理 刚才讲的 都是说明 欧乃是用分别心去文法 那么扫文的法都成为神经 佛详细价以说明说 不但你是有分别的 不是法性 就是到了没有分别的情况 也还不是法性 所以说 无论是耳根对生成 眼根对生成 这些有分别的都不是无分别性 来自像外道 他能够知道八万大街钱的事情 八万大街再往前 他就已经不知道了 他只知道八万大街以后 从八万大街开始 八万大街前 他所见的境界是 明明然 明是暗 不明白 分分然不明白的那种境界 他想要分别 可是没有办法分别 因此叫做分别都无 想要分别都没有办法 它去分别 因为它不是色发 色发可以分别 它也不是空 空可以分别 所以居舍离这些外道 等于其他相同同类的外道 他们看到这个暗漫的境界 叫做明地 明明然没有办法分别 他想要分别 他想要分别 可是没有办法分别 不是没有分别 不是无分别 而是要分别 无从分别 所以叫做分别都无 那么这个明然的境界 他建立这个明地 成为二十五明地 那么这个境界 他已经离去这个六根对六成的境界的 所缘的成经了 所以立足反缘 可是他所见的还不是真正的无分别 无分别性 也距离真性还圆 他这个明然的境界还不是无分别性 那么显示啊 凡事有所对 相对的 凡事有所想 可以分别的 通通不是自信 那都叫做可 都不是主人 所以经文经下去说 这你心性各有所反啊 愿何为主啊 如果像前面的沉浸 无论色发 或者是空 乃至外道的明地 明地就还归于明地 这些都是可以规范到原来的地方的 他不是 这个诸法的理性 所以愿何为主啊 怎么可以把它看作主人啊 怎么可以把它看作真心啊 那你所见的都是有分别的 就是外道 想要分别 没有办法分别 这种明地的境界 也还是可以反 玩到哪里啊 玩到明地 所以这些通通都不是主人 那么不是主人 就不是真如自信 所见的不是法性 那么你所见的根本还不是法性 所以你过去一项所有的文法 都在法音上打转 没有体悟到自己的真性 那么所以说 真理心性各有所反 如果这些设生等法 要回凡到他原处的话 都可以回凡的 所以他怎么能够做主人呢 都是客 那么欧兰听到这里啊 他心里想 既然我的心性 我所说的都可以还 那么这个妙名原性 要怎么样才叫做无凡呢 听到这个还无凡的道理 他又不明白了 进一步再请问 所以欧兰言 若我心性各有所反 正如来说妙名原性 云何无凡呢 为垂哀鸣 为我宣说 欧兰现在要请求 真心怎么样子无凡 不必回凡 而世间诸法怎么样可凡 真如自信妙名原性 为什么无凡呢 他请求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欧兰对世尊说 如果说我所说的不是心不是真心 因为他各个各个都可以规范 各有所反 那么我的原理性也可以反 所有的沉静也可以反 那么佛如来 你所说的妙名原性 就是真如自信 妙名原性 原来如是本来自有的 这个真心自信 它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叫做妙 它是智慧光明的 没有暗 所以叫做妙名原性 妙名原性 就是真如自信 就是见性 现在的显见 就是见性 而这个见性的当体 就是真如自信的当体 那么世尊您说 这个妙名原性 这个真心 怎么样子无凡 怎么样子不必凡 这个道理 我还是不明白 为垂哀鸣 直单单 希望世尊您 垂慈 这个像我们这些愚痴众生 你怜悯我 为我详细宣说 这个无凡的道理 接下去 佛的大夫说 佛告我呢 且你见我见经明原 此见 虽非妙经明心 如第二约 非是愿赢 这个境界很细 要细细的去体会 才能够了解他的内涵 佛对欧乱说 真心 姑且暂时不说 为什么 真如自信不是说的 不能用说的 说的不是真心 我现在姑且 用你见我的见经 用见经来说 不是见性 见性不能用说 但拿见经来说 见经明原 这个见经虽然不是见性 可是它靠近见性的光明之源 很近 此见虽微妙之明心 这个见经的见 这个见不是见性 见经的见 就是能分别的这个见经 这个见经的见 虽然不是妙经明心 它虽然不是见性 妙经明心 就是真如自信 就是见性 它虽然还不是最妙 最纯真 最精明 在这个真心 不过 它就好像第二个月亮 这个天上的第二月 不是水中的月婴 水中的月婴啊 它完全是希望不使的 完全是假的 那么这个月 往三方面来说 天上圆来的圆圆的月亮 那是第一月 年末 眼睛啊 往天上看 年月亮 年一下 它会重叠一个月亮出来 月亮上面 重叠一个月亮在旁边 这个叫做第二月 这个第二月 非是月婴 不是水里 天上的月婴照下来的影子 但是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 用这个比方啊 水中的月婴 比完全的妄法 希望不使的东西 所有的沉静 所有的妄心 都是像这个水中之月 那个月婴啊 完全是假的 没有实在的实心的 而天上的月 月的当体是比真性 真性离体 月的当体 就是渐性 渐性的本体 可是这个渐性本体 无处不变 不能用说 不得已啊 用这个年末 看到的第二月 年末 现在百天没有办法实际去表现了 你的晚上 晚上 现在还没有月亮 到十三四 十四五有月亮 你看到天上的月亮 眼睛只看 是一个 一个圆圆的月 你把眼睛呢 黏一下 逆着的 黏一下 急急打开 就看到这个天上 月亮旁边 又一个月 重叠 一个月 那是第二月 那个叫做第二月 这个第二月 你们各位 我不晓得 以我会讯很清楚 为什么很清楚 我的眼睛看东西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两个 我从开刀以后 我的眼睛看东西 就是两个 这个悠言 我现在是能悠言看 左眼看不到 这个悠言能看的 以前看到天上的月 是一个 开刀以后啊 换这个人造水晶 很奇怪的 我望天上一看 这个月亮就是重叠 原来的圆圆之月 旁边有一个 有一个圆的 重叠 重叠 而距离这个 原来的月亮 少少有点距离 这个重叠的月 靠右边 会靠右边一点 这个正月在中间 它是靠右边一点 所以由他们之二 铁住原来的正月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不用年目 我反正往天上一看 就是两个月亮 不但是看月亮是这样的 我现在看那个日光灯 也是两个 也是两条 旁边有一条 它这个正的光线 旁边有一条 不过没有那么亮 很奇怪 这是那个开刀呢 这个眼科医师帮我的忙 让我看天上月 看第二月 看得那么清楚 从前自己觉得这个经里面说的第二月 年目 我年过几次啊 总是搞不清楚 年过几次 总觉得这个年目看的月亮 好像四游四无啊 现在真正是游 清清楚楚 而且不避免 这个很特殊了 这个第二月就是天上的月 按照书本讲就是年 眼睛一年 它可以看到重叠的月 可是这个重叠的月 它不会太久 一下子就过去了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涛慈悲基金会 散播慈悲精神 照亮社会角落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富佑 年长者 身心障碍者等都需要被关怀 海涛法师于2019年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 秉持佛陀宏化社会 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积极关怀社会 同时致力于社会进化的工作 监狱关怀 校园讲座等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 让慈悲的阳光 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 铺持帐号 5041-6116 5041-6116 铺名 海涛慈悲基金会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据花月释迦摩尼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九千万兆倍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公颂药师经 修持药师灿法 即佛前大供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日期六月十日 农历五月初一 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 恭送药师经济佛前大供 下午十四点 修持药师灿法 外坛举行 箴言中药师如来 除葬护魔 恭请日本高野山阿蛇黎修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生命电视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 恭送普门品 大悲惨 即慈悲诗诗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7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八点半 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雷 念 知 雷 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